大家好 我再介绍一下 这就不用介绍了 这是我的徒弟叫罗斐 也是陕西 是吧 陕西 陕西 对 跟我来了多长时间了 结果四五月了 四个多月吧 四个多月 这四个多月说真的 真的但我就没少干活 这孩子说真的干活 但我恐慌就是个旧活的 妈叫旧活的 哪个不好的活 不会的活全倒塌 这就是过去我那个 小萌那头去站的时候 去的那角 反正谁的活不会做了 他过去看看 基本来说就能够解决 因为他跟着我时间 四五个月了 我做了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比价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看着简单 做的时候真的不太用力 这个东西你看做到这样嘛 没瞎叫 你想想你把顺毛做成这样 不瞎叫的 一会儿叫他踩开看看 叫他自己说是做这个东西 其实我架的比价我做了 应该我起不过了 这屋里 他就是按这个角度做了一个 好 你自己说是吧 这个东西虽然小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所有框架结构的一个基础 全部带岔度的 再一个是这个东西如果做 如果你能做会的话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师傅说的一通百通 这个东西可以以小 建大 小中要建大 这样没 这样一个 嗯 我给大家先打开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看看这个是毛的结构 你看这 我看到 对 这 从心八下都是斜的 嗯 啊 这看着看着你的结构 嗯 看一下这个粘质 嗯 你看啊 这都是哈门剑 带架的 你看看 这不是河透的啊 这种活机器做的应该老吃力了 以为它有个架 你要是这个倒下去之后 就九十度倒下去之后 它不好做 对 还能打开吗 还能继续打开 啊 你看看这小活 行了 不都不都拿下来 这拿来装费劲了 几乎 你看 啊 没码药了 都 嗯 做木有活就是这样 你就没码药了 好 你再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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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套 人瞅着溜着吗 这个你看 看这里的活 你看看那谁 从来把这个给拉大了 你看这活 应该也都是打钞的 这板嘛 应该还行 看里面的槽 全部都也是 也是带有一定邪度的 对对对 槽也是斜的 因为你本身就是它斜的动作 这个上面这个横称的话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 没错 做起来 好 细样的 立起来 加上你一个我就挖入 看这些货 多严实 看 看 来 行 看哪个对哪对吗 对 它两边是对称的 都可以用 你看它做的小丑层 你看看 这小丑层 你说做的哪个部位 你看看都多严实 而且你看这都是歇的 架着丑层它不太好做 但是这个丑层 就是这个小椅子没留好 是吧 这应该打透了 这个笋头 丑个小椅子吧 当时把那个 把这个堵死了就 这活它比较速度 这活应该你看 你听这些活 老鼠的 应该做的不错 这还讲来 我说不好听 这就是个 就是个 整式的木骨级别的 这个有反有正 这个有反有正 它这个麻烦的就是 它这个 这是直的 中间这个是直的 它根本是直的 对 然后两边的话 它是带斜度的 对 然后前后也带斜度 对 这个就不就抖回来了 是吧 对 人家做的不错 看了 这个东西没有嘛 你要是做出来 这要比那个四腿八叉 那个你看 这还没瞎脚 照说一下脚就数 行啊 这活的那边还能出来 够压实 我看看 太紧了 主要那边太紧 对 那个血维 这个料又好 它这个又重 它主要太重 你要清的 就行了 这个 看 要是隔着盘上 应该也挺好看的 我估计 转一转 你看 是吧 这样应该 会脚的 做小龙头 是吧 但是你看 不管前两后头 你看那线 无事没动 你看 还行 这个孩子应该 干活应该是吧 好手 说真的 你要能把这个做出来 你就是甭说做了 就给你机器 也不见得说做那么好 你看这个 这都扯完了 这两条铲子 老好了 还行 这个东西 还就算行 好 你看还有吗 何说的 没什么可说的 好 跟大伙儿 拿个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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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